乔玉 她是我我卑微守护十几年的男人 今天出轨了 为了能早点见到她 一下班买菜马不停蹄地赶回去 萧卿在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迎接她的是一屋子凌乱的衣服 散落一地的外套和内衣一件一件一直延伸到卧室 萧卿的身体瞬间僵硬 她手中的菜全部散落掉在地上 萧卿不敢置信 她一步一步顺着衣服的痕迹走到了卧室 此时 床上交叠的两个身影出现在她眼前 萧卿极力压抑的情绪也被这一幕彻底击垮 她浑身颤抖地问 你们在干什么 而回答她的是乔玉的震惊和想要解释的神色 但这样的场景有什么好解释的 萧卿不想听 她爱了乔玉十几年 换来的却是乔玉的背叛 她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转身就往门口跑去 她要离开这里 这还不算是最惨的 在萧卿狼狈逃走的时候 进了故障的电梯 哐当一声 电梯直线下降 十六楼 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萧卿满脸的无奈和不甘 她爱了十几年的男人 不止背叛了她 现在她还要拱手让人 我不甘心 以为这次死定萧卿 默默地闭上眼 下辈子不要再爱上你了 窗外你耳鸡渣 鸡渣叫声 萧卿轻醒猛地从床上弹起 妈妈进门看见坐起来的萧卿激动眼含泪花 萧卿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萧卿此刻还是在发猛的状态 这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我这是 穿越了 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 明天可是你大学开学典礼 别看书了 早点睡觉 开学典礼吗 萧卿此刻心里想 明天应该会像前世那样遇见她吧 乔玉 时隔一个时空 这次 我绝对不会再爱上你 爱了十几年的男人出轨了 就算重新活一世也不能原谅 萧卿看着站在讲台上的乔玉 心里还是会忍不住的记得 但是她现在不想跟乔玉有任何瓜葛 眼前那道炽热的视线却让萧卿没办法忽视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 萧卿和妈妈准备回家 旁边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奖乔玉有多厉害多优秀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不用回头 听声音都知道那是乔玉 这声音听了十几年已经深深地刻在心里 萧卿听到乔玉的声音低沉着脸加快脚步 身后乔玉看着萧卿要走 上前打招呼 萧卿 我是乔玉 你不记得我了吗 萧卿里都不理她 妈妈 我很不舒服 先回去了 乔玉此刻不知道为什么萧卿对她会如此冷淡 好像还有点讨厌自己 回去后乔玉实在不放心 敲响她家房门 进门第一句话就问 许阿姨 小青呢 她还是不舒服吗 妈妈指了指萧卿房间回来后 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乔玉去敲门 小青 是我 你现在还是不舒服吗 萧卿里都不想理她 半天没反应 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小青 出来吃饭了 你连妈妈的话也不听了吗 萧卿在门后听着妈妈说的话 上一世 您一直在阻止我们 现在却逼我和她见面 萧卿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后还是打开了房门 乔玉挡住门口 嗨 小青 这么多年没见 你是不是应该说一句 欢迎回来 萧卿忍着怒气 让开 小青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但是就算是判刑 也要有个罪名不是吗 回想起当初乔玉说的 小青 我不爱男人 我只爱你 等我的剧本挣了大钱 我们就去荷兰注册结婚 到时候 我们就算合法夫妇了 还说总有一天会结婚 终究还是一场梦啊 好在梦醒之后 还是可以重来的 面对乔玉每天 像膏药一样的贴上来 萧卿对她爱她不理 一早萧卿出门 准备上学乔玉 就在她家门口等她 萧卿不理会她自己走了 乔玉对萧卿这种态度 也是莫名其妙 路上碰见两个人 小时候的发小苏杨 苏杨开心地 腕上萧卿的手臂 小青我都想死你了 萧卿满脸温柔地说 好了 现在不是见到了吗 站在身后的乔玉 看着她对苏杨 还是和之前一样温柔 面对她 就是不肯接近的 乔玉打断两人的对话 嗨 苏杨 还记得我吗 苏杨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 就说哪里来的帅哥 这不是乔玉吗 小青 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 萧卿雀头也不回地走了 苏杨一脸茫然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小时候 不是一直很要好的吗 刚到校门口 明明扑来一个人 一把搂住萧卿的脖子 小青青 你终于来了 萧卿还来不及说话 身旁的宋婉也说话了 顾明月 你是白痴吗 顾明月揽着萧卿的脖子 看着身后的乔玉 小青青啊 那个人是谁啊 是你朋友吗 顾明月看着乔玉 几乎足以杀了她的眼神 萧卿知道她说的是谁 说了一句不熟 脸上的温柔神色 一下子消失了 苏杨这才反映过来 乔玉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连忙把人拉过来 跟他们介绍 小名字 这是我和小青的发小乔玉 乔玉跟他们打招呼 你们好 我是小青的发小 乔玉扫尸一圈后发现 萧卿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才是冷冰冰的样子 萧卿听到乔玉说话 只哼了一声 转身就往学校里走去了 其他三人面面相去 这样情绪外露的萧卿 是不常见的 萧卿明显是不开心 一时间的都没反应过来 好在顾明月反应快 立刻追上去 小青青你等等我了 只有乔玉苦苦笑了一声 小青 我们之间 究竟怎么了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从活一世的乔玉 还是那么受欢迎 作为转校生 站在讲台上 做着自我介绍 原本就帅气的样子 引得班里的女生 眼貌红星 虽然这样的场景 萧卿在上一世已经见过 现在见到却是嗤之以鼻 身为好友的顾明月 戳了戳旁边的宋婉眼 阿眼 小青青和她的发小关系 好奇怪 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宋婉眼捂住顾明月的嘴 嘘 这件事我们最好不要管 小青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顾明月皱了皱眉 嗯 好吧 顾明月拉开宋婉眼的手 凑到她眼前 都听你的 阿眼果然最温柔了 猝不及防地宋婉眼 看着眼前放大的脸 脸上突然爆红 伸手盖住顾明月的脸 顾明月 你不要突然凑过来 坐在身后的小青 无奈地看着最熟悉的两人 还和前世一样打得闹闹 嘴角不自觉露出笑意 但是身后的那人的视线 干什么一直盯着我 烦死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学 结果坐在一张桌子吃饭 还是面对面 这尴尬的气氛 安静的可怕 观察到气氛不对的顾明月 笑着说道 哎呀 今天的饭真好吃 暗示旁边的宋婉眼 想想办法 苏杨显然是忘记 早上肖青对待乔玉的态度 没心没肺地说 是啊是啊 一定是因为我们又聚到一起 是不是乔玉 肖青脸色立刻就变了 我们这几年 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吗 什么是又聚一起啊 苏杨显然没意识到 肖青态度 已经变了继续说道 肖青当然是又聚到一起啊 我们可是很长时间 没见到乔玉了 肖青冷冷地 哼了一声 是啊 不过不见面也是最好的 难以置信的苏杨 显然是没想到肖青会这样说 那个时候 你知道小玉离开 你不是很伤心 你明明当时 肖青站起来 大声叫了一声苏杨 打断她继续再说下去 乔玉看着 因为自己吵架的两人 你们不要吵了 不要因为我吵架 肖青明显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打断了乔玉 你闭嘴在这装什么好人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出现在我眼前 小青 我 看着眼前的肖青 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恨意 乔玉突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 反应过来 肖青对苏杨说了声 抱歉 刚刚是我不好 不敢吼你 你们吃吧 我先回去了 回到教室的乔玉 看到肖青趴在桌子上睡觉 还真是没心没肺 刚刚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现在还能心安理得地睡觉 看着熟睡的肖青 想抚摸上她的脸颊 生怕把她吵醒了 回想刚刚她看着我的眼神里 充满恨意和厌恶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你会这样讨厌我 乔玉看着趴在桌子上睡着肖青 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她 她的头发好软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皱眉呢 是梦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抚摸上她的额头 怎么回事 怎么那么烫啊 乔玉毫不犹豫地背起肖青往医院跑去 出教室门口遇见回来的宋婉眼和顾明月一头雾水 小青这是怎么了 随后大家一起跟着去了医院 才知道肖青发烧了 乔玉看肖青已经退烧 便想让他们先回去 这里有我在 顾明月本来不想回去 你一个人怎么够 万一 宋婉眼打断她继续说下去 哪有什么万一 搂着她脖子拖她走 再说过惠雪阿姨就过来了 转头对乔玉说 我们先走了 肖青就交给你了 顾明月委屈地趴在宋婉眼的肩膀上说道 阿姨 我还是很担心 宋婉眼摸着她的头安慰她 肖陪她不会有事的 看着眼前躺在病床上的人儿 乔玉担心地握紧她的手 门口走进来许阿姨 小玉还没回去呢 正好 陪阿姨吃点东西 小玉看着还没清醒的肖青 不了 谢谢阿姨我不饿 阿姨知道你和小青是从小要好的朋友 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乔玉看向窗外 好朋友吗 回想之前小青对待自己的态度 连自己都不确定 还算不算是她的朋友 半夜肖青缓缓地睁开眼 看见床边趴着睡着的乔玉 回想起上一世 两人在一起的幸福瞬间 嘴角慢慢地露出笑意 萧青本想抽回被她握住的手 不了轻轻的一个动作 眼前的人一下子就清醒了 萧青 你终于醒了 萧青迅速抽出自己的手 转过身去询问她 你怎么会在这里 乔玉听出萧青沙哑的声音 起身给她倒开水 我实在不放心 所以就留下来了 你昨天受凉了 喝点热水吧 说完夜就可以回家了 阿姨也来过了 知道你没事 我就让她先回去了 萧青接过水杯 喝了口水 那就好 两人拧前我医后地走出医院 突然肩上披上一件衣服 萧青眼神复杂地 看着身边不知所措的乔玉 乔玉以为她这一举动 让萧青生气了 连忙解释 我只是想着你刚退烧 还是不要着凉得好 萧青看着小心翼翼的 乔玉有些心软 我没有生气 转身就走了 乔玉高兴萧青 萧青对待自己的态度变好了 萧青此时懊恼 自己为什么总是 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我该拿你怎么办 萧青傲娇地 把衣服还了回去 衣服你自己穿好 我不冷 乔玉穿上衣服 试探性地叫了声 萧青 嗯 怎么了 萧青此刻满脑子 都在想着前世的事情 乔玉停下脚步 抓着她的肩膀 深吸一口气 萧青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样的恨我 而且 就算是犯了错 也至少给我一个辩解的机会 萧青正正地看着乔玉 有些语色 难道要我告诉她 是因为你出轨 背叛了我吗 萧青眼神复杂地 看着眼前低三下四的乔玉 这已经是上一世的事情 她什么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 萧青带着笑意对乔玉说 是我把怨气 都撒到了你身上对不起 你没有做错什么 是我误会了一些事情 不过以后不会了 你放心吧 乔玉惊喜 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起来 萧青 你是说真的吗 萧青嘴角带着笑一点点头 嗯 是真的 但是 乔玉 这一世 我一定不会像前世那样的爱上你了 再也不犯傻了 乔玉凑上钱 那我们以后是好朋友吗 萧青愣住了 好朋友 回过神来笑着回答 当然是好朋友了 是啊 今生 还是只做好朋友吧 第二天两人 有说有笑的去了学校 把后面三个人 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情况 顾明月原本昨天在回家的路上 已经和宋婉眼商量好 以后不管他们再怎么吵架 也要坚定不移的站在 小青青这边 现在看她两人之间 气氛怎么就和好了呢 说着放学后 就跑去问萧青 喂 小青青 你们和好了 不吵架了 萧青笑着回答 我们本来也没什么事啊 坐在旁边的乔玉 听到萧青这么回答 抑制不住的开心 班里来了个女生 来找萧青告白 来人是学校里的笑花 李玲 站在门口还不客气说 喂 萧青 找你有事 出来一下 听到声音 萧青和乔玉望向门口 散发出一股敌意 笑花拿出一封 看起来精美的信封 递给萧青 李玲看着萧青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趾高气昂地宣布 萧青 我是爱和你表白的 乔玉听到女生 是来跟萧青告白 一下子激动 从座位站起来 刚想过去 被身后的顾名越拦住 哎哎 你过去添什么乱 乔玉这才意识到 是啊 我过去干嘛 萧青一直看着眼前的李玲 这个女生 怎么在上一时没有出现过 李玲看萧青不说话 伸出手的信封也没有接 一下子觉得尴尬无比 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这样我很尴尬的 乔玉也在等着萧青回复 生怕萧青会接受她 放学后 大家都在校门口聚集等着苏杨 顾名越因为太饿了 整个人都挂在宋婉眼的身上 苏杨因为辅导员找她才姗姗来迟 苏杨凑到萧青身边碗上她的手臂 喂 萧青 听说今天笑话跟你表白了 你答应了吗 萧青故意不告诉她 苏杨撒娇式的快点告诉我了 听到萧青说没有答应 开心地手舞足蹈 躲在身后的李玲恶狠狠地盯着苏杨 就是因为那个女生 就是因为她 萧青才拒绝我的 对吗 可恶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此时苏杨还不知道有人在密谋对她不利 开心地叫萧青去她家吃饭 家里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土豆排骨 萧青拒绝她 我妈已经在家做好饭了下次吧 站在旁边的乔玉眼睛死死地盯着苏杨挽着萧青的手臂 前面的顾名越抱怨 能不提吃的吗 我快饿到融化了 顾名越从下课出校门口 就一直挂在宋婉眼的身上 苏杨也不示弱 顾名越你是猪吗 中午吃了四碗饭 还喊饿 突然乔玉想到办法 可以把苏杨的手从萧青的身上移开 大冷天的喊热 故意叫苏杨帮她拿下包 她要脱下外套 脱下外套的她顺势揽住萧青的脖子 苏杨走在她旁边 乔玉 你真的不冷吗 我看你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乔玉死鸭子嘴硬还是说我不冷 笑话表白被拒后 以为是因为苏杨萧青才拒绝她的告白 教室里突然跑过来一个男生 萧青 那个 苏杨现在在洗手间被李玲堵住了 你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听到这件事 萧青脸色立刻就变了 想到李玲那气势凌人的样子 连忙跑过去 从远处看过去整个女洗手间 已经被人团团围住 里面包括李玲在那四个女生 推散着眼前的苏杨讽刺道 你这个丑八怪 每天像跟屁虫一样的跟着萧青 你以为她会喜欢你吗 苏杨也不敢怯怒声声地回怼 我喜欢她 我乐意 关你什么事 你连待在她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臭丫头 找打是吗 李玲怒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人 扬起手挥了下去 原本落在苏杨脸上的巴掌 被赶过来的萧青接住了 苏杨看清来人是萧青 瞬间放下戒备泪如雨下 萧青把她拉到一旁安慰她 苏杨 你没事吧 嚣张的李玲指着苏杨 萧青 她哪里比得上我 话还没说完 萧青打断她 你没有资格评论她 管好你自己 说完头也不回地 拉着苏杨走出去 外面看热闹的人 看到这样的场景 纷纷表示这是官宣了 也有的在看李玲的笑话 作为笑话 连一个平平无奇的女生都比不上 在门口等着的乔玉 看着萧青 拉着苏杨的手走出来 心里莫名觉得很难受 两人在走回教室的路上 苏杨问萧青 刚到我在洗手间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萧青淡淡地回了一句 嗯 都听见了 苏杨望向她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 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 你不要为难 别胡思乱想了 回教室上课吧 萧青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站在身后的乔玉 此时已经握紧拳头 走上前问她 你会接受她吗 萧青不想跟她讨论这个问题 走吧 快上课了 不料被乔玉抓住手腕大声质问 回答我 此时萧青也被她这一举动吓到了 你先放开我 乔玉间绝不放一定要听到答案 萧青脸上微微泛红别过脸 我接不接受苏杨 好像也不关你的事吧 乔玉想都没想脱口出 当然关我的事啊 说完这句话 两人面红耳赤地看着对方 反应过来的乔玉极力解释 我是说 我们 我们是好朋友啊 这谎原的她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懊恼自己到底是在干嘛 自从知道苏杨喜欢萧青后 乔玉整天上课都在发呆 坐在她旁边的顾名月问她 在外国待这么久 有没有认识外国小姐姐 那种腿超长 屁股超翘的 身后的宋婉眼怒气冲冲地瞪着她 顾名月看着身边的人毫无反应 喂 乔玉 你又发什么呆 乔玉答非所问的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你说一个人 你看不见她的时候会想着她 无故一切去见她 她要是不理解你的话 就会非常伤心难过 看到别人和她在一起 就会心里烦闷 总想着她的眼睛里 只看着自己一个人 平时神经大调的顾名月 这回准确地说出答案 你是白痴吗 这很明显啊 你喜欢上她了 乔玉听到喜欢这个词 瞬间恍然大悟 这种感觉就是喜欢吗 怎么可能 顾名月看她一副 陷入爱情的样子调侃道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我认识吗 长得好看吗 说给我听听呗 乔玉被她这一连串问题 问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不能告诉她 这个人是肖青 没有 我就顺便问我而已 顾名月间笑拍拍乔玉的肩膀 好了好了 不要害羞 我都懂 随后指了指门口外面的肖青和苏雅 你看 就连这么不接地气的人 都动了春心 更何况是你 哈哈 乔玉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 肖青和苏雅 他们 在一起了 顾名月笑着说 早晚的事了 他俩整天腻在一起 怎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乔玉看向门口的肖青 你要是和苏雅在一起了 那我呢 怎么办 自从乔玉从国外回来 加入他们这个小团体 顾名月整天缠着乔玉 给他说说国外美女是不是很多 此刻的他正趴在书桌上感叹 哎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女神才会来临 解救我这个可怜的单身狗 身后的宋婉眼听到他说这句话 皱起眉头 没心没肺的顾名月 没发现宋婉眼的脸色 转身抱住他的腰间 开始撒娇 啊啊 不开心 想要女朋友 宋婉眼手里拿着的课本 重重地摔到课桌上 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萧卿看到这种情况 满脸担忧 看着一旁的两人 上一世在把顾名月掰弯的这条路上 宋婉眼走得太苦 太累了 想到这里 萧卿走过去 看着趴在桌子上的宋婉眼 阿眼 我们俩聊聊吧 两人上顶楼上 萧卿问 阿眼 你还好吗 宋婉眼坦然地回答 我没事啊 怎么忽然这么问 萧卿接着说 阿眼 你要是喜欢阿明 就直白地告诉她 不然她永远不会知道 宋婉眼一阵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萧卿看着她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喜欢顾名月 宋婉眼苦笑 我 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萧卿淡淡地笑着 看着疑惑的宋婉眼 阿眼 顾名月不是傻子 你对她这么好 她一定感觉得到 宋婉眼神情低落 感觉得到又怎么样 她喜欢的是女生 萧卿安慰说道 你难道就不想争取一下吗 你从来没有表达过 怎么就知道她会拒绝你 而且 如果她最后拒绝你 你也可以尽早脱离出来 这样也很好 宋婉眼看着萧卿 把事情里的条条 事道担心地问 那你呢 你怎么办 你和乔玉 萧卿表情瞬间僵硬 我和她只是朋友 转身就要离开 对着身后的宋婉眼说 阿眼 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任何人 尤其是她 自从和萧卿谈过之后 宋婉眼也想通了 准备在自己生日 当天向顾明月表白 顾明月好奇都问宋婉眼 你们刚刚出去做什么了 宋婉眼温柔笑着对她说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说完顾明月瞬间红了脸颊 别过脸 感觉自己的脸要烧起来了 阿眼没事冲着我笑干嘛 还笑的呢吗 好看 顾明月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 居然在觊觎阿眼的美色 看着趴在桌子上的顾明月 此时宋婉眼内心挣扎 阿明她会接受我吗 这一世的乔玉每天早上都在家门口等萧卿一起去上学 萧卿看着乔玉那通红的眼睛 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乔玉也丝毫不掩饰 还不是因为你 晚上我想了一整夜 萧卿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人 乔玉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看着眼前的萧卿 乔玉内心很纠结 能说吗 说喜欢她 想和她在一起 萧卿看着眼前欲言又止的人 怎么了 乔玉刚想说被身后的顾明月打断 把两人吓得一击灵 嗨 小青青 今天是阿眼生日哦 你要送她什么 为了掩饰尴尬的气氛 萧卿先走了 我还没有准备 放学再去看看 顾明月苦恼说道 好啊 我也没有准备 放学我们一起去看看 乔玉也一起去吧 萧卿小声嘟囔着 把你自己打包送给阿眼当礼物就好了 顾明月从远处看到宋婉眼走过来 开心地打着招呼 阿眼 飞奔过去整个人挂在宋婉眼身上 宋婉眼抱着挂在他身上的顾明月淡淡地说 今天我生日一起去KTV吧 站在身旁的萧卿问宋婉眼 决定好了吗 宋婉眼坚定地回答 嗯 决定好了 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顾明月 阿明 是时候让你知道 我的心意了 包厢内宋婉眼深情地唱了一首情歌 此时什么都还不知道的顾明月打句问道 哟 阿眼喜欢谁啊 情歌唱得这么深情 宋婉眼看着包厢里的人 今天 想和你们说一件事 顾明月开心地靠上萧卿的肩膀 哇 这么严肃 真有喜欢的人了 是谁 快说快说 萧卿无语地看着身边的人 丝毫没有一点自觉性 宋婉眼眼神复杂地看向顾明月 是的 我喜欢上一个人 我喜欢她整整十年 虽然我真的和她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等她有喜欢的人 我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神经大条的顾明月催促 阿眼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 是谁吗 快点说快点说 宋婉眼眼神坚定地对着顾明月说 阿明 我喜欢你 顾明月听到宋婉眼喜欢的人 是她实震惊地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身旁的苏杨此时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一样震惊的顾明月 宋婉眼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说 阿明 我喜欢你 顾明月表情严肃 阿眼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赶紧收回你的话 宋婉眼表情按了下去 收不回了 一时间包厢里陷入一片寂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个 你的礼物放在这里了 顾明月逃离般地跑出包厢 宋婉眼受伤 神情望向门口 苏杨看着这一系列的事情 感觉世界也太玄幻了 宋婉眼居然喜欢顾明月 顾明月走后 宋婉眼拼命地灌醉自己 萧青上前安慰 阿明只是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给她一点时间 就算喝醉了 也掩盖不住宋婉眼的悲伤 萧青 我终于说出来了 此时包厢门被打开 顾明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那个 毕竟是阿眼的生日 我一个人先走了总是不太好 萧青笑着看着她 顾明月气势汹汹地看着萧青 萧青请你笑什么 萧青指了指宋婉眼 阿眼喝醉了 你不觉得特别可爱吗 看着喝醉的宋婉眼 顾明月心疼得不行 宋婉眼一把抱住顾明月 嘴里还在不停泥囊喊着 阿明 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顾明月看着从来没有过 这样的宋婉眼满眼的心疼 看向他们几人 你们也不知道管管她 离开包厢后 顾明月把宋婉眼送回家 搂着顾明月 嘴里不停地说 阿明 我喜欢你 顾明月不好意思地说 我知道了 你别再叫了 再叫你邻居要投诉了 刚把放她在床上 松了一口气 转眼宋婉眼拉顾明月手臂 把她压在身下 顾明月慌张地问 阿眼 你要干嘛 宋婉眼不给她 继续说话的机会堵住她的嘴 顾明月瞪大双眼 随后还上她的腰间 翻转把宋婉眼压在身下 接下来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总的了 大家猜猜谁是一谁是灵 经过宋婉眼生日那晚后 顾明月和宋婉眼的感情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两人比以前更加亲密 面对走过来的萧青和乔玉 顾明月开心地打着招呼 哎 小青青 官宣官宣 我和阿眼 决定在一起了 把萧青和乔玉两人都整蒙了 这么快 昨晚还一副接受不了的神情 今天就官宣了 是不是昨晚你们发生了什么 顾明月害羞地立刻否认 没有 宋婉眼一脸深情 款款地看着她 萧青回想起前世两人 经历了各种磨难才在一起 现在看到他们良好 好比的什么都重要 身后的乔玉问道 萧青你支持他们在一起吗 萧青疑惑 为什么不支持 乔玉继续道 我以为你会排斥 心想 原来 我还是有机会的 大学新生迎来军训第一天 对于穿越过来的萧青 明显是吃不消 还是穿越到车祸后 乔玉时刻关注着萧青的情况 看到她如此难受 小声对她说 小青 要是难受的话 就和教官说一声 结果遭到教练的死亡凝视 刚摇头说没关系的 萧青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乔玉立刻接住她 宋婉眼和顾明月 看到也是立刻冲上来 你们这是做什么 回去站好 教官看到聚集在一起的 四人怒吼了 乔玉站起身回道 教官 有同学晕倒了 现在应该送医务室 教官看到这种情况 显然是习以为常脸上 也没有丝毫多余的情绪 那也不需要你们去送 回去站好 原本就担心 躺在地上的萧青 听到教官这样说 立刻就火了 顾明月起身 想和教官理论 就被宋婉眼拦住了 乔玉听到教官说的话 对着他们俩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萧青交给我好了 萧青从医务室 请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正疑惑谁送自己来医务室 门口走进来顾明月他们三人 小青青 你现在怎么样了 萧青笑着回答 我已经没事了 就是突然军训有点吃不消 身后的乔玉上前担心地问 萧青 你明天还要军训吗 萧青尴尬地笑笑 我的身体还是应该好好锻炼 今天那么容易就晕石在丢人 此时萧青才发现 乔玉全身被汗水浸透 不停地在冒汗 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狼狈 顾明月在一旁听到 萧青问这话生气地说 你晕倒以后 教官硬是不让我们管你 最后还是乔玉非要带你来医务室 说等他回去再接受惩罚 一旁的宋婉衍复和表示 教官让乔玉绕着田径场跑了二十圈 做了两百个俯卧撑 乔玉看着滔滔不绝的两人感到头疼 不是说好不说的吗 萧青虽然生气 但是想到乔玉是为了自己 才会被教官惩罚 语气变得缓和了些 为什么不听教官的话 萧青因为军训时晕倒乔玉 不顾教官阻拦送他去医务室 结果被罚跑了田径场二十圈 还有俯卧撑两百个 萧青知道后即生气又感动 乔玉看到萧青生气急切地解释 只有亲自送你过去 我才会放心 萧青正正望着眼前的人 脸不自觉地慢慢开始发烫 萧青欲言又止的样子 乔玉赶忙说道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所以 萧青 你不用自责的 萧青回想起以前 是不是不该再揪着前世的记忆不放了 这样无怨无悔 又温柔的乔玉前一世都是没有见过的 宋婉眼看出他们俩有事情要自己说 对着顾明月小声说道 我们走 顾明月这二愣 显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一脸懵 宋婉眼直接捂上嘴把人拖出去 要不是萧青从活了一世 把他和宋婉眼的这层纸捅破了 照他这样以后 可有宋婉眼的苦头吃了 被拖出来的顾明月大口喘着粗气 阿爷你干嘛呀 忽然一声不吭地把我拖出来 我都快憋死了 宋婉眼一本正经地说道 难不成还一直在里面当电灯炮发光发亮 顾明月还在疑惑 什么 发光发亮 电灯炮 突然反应过来大声喊道 你是说小青和乔玉他们俩 送完颜舞上顾明月的嘴巴 再大喊大叫 我就亲你了 此刻大家知道谁是攻谁是兽了吗 此时的医务室内乔玉 终于鼓起勇气和小青表白 小青 其实 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我喜欢你 乔玉喜欢萧 萧青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知道乔玉是喜欢他的 但是亲耳听到内心还是会有触动 可是 我不会爱上任何人 不会 爱上任何人吗 乔玉眼神里闪现出落寞神情 萧青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他 对 不会爱 乔玉突然蹲下来对着萧青说道 那我也喜欢你啊 萧青看着这样的乔玉脸上 不自觉泛起红韵 面对这样的乔玉 我该如何去面对这份感情 自从上次乔玉在医务室表白之后 萧青既没答应也没拒绝 转眼间在学校里已经军训了好几天 军训时需要住宿舍天天累的没时间打电话给妈妈 今天打电话回去给妈妈报平安 知道妈妈每天要打几份工作 供她读书很辛苦 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挂了电话 此时萧青想不能再让妈妈这么辛苦了 得想想办法赚钱 回到宿舍萧青和顾明月他们几个说了这件事情 几个人中就萧青家里比较困难 其他三人家庭相对比较富裕 顾明月听了萧青的提议 确实是阿姨那么大年纪了 那么拼命的打工身体 早晚有一天会垮掉 宋婉眼问道 看样子 你应该是有什么计划了 萧青说了自己的想法 没错 但是需要你们的帮忙 这学校附近有一家叫Blue Bar的酒吧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 我想跟你们合伙 把它买下来 宋婉眼继续问道 大概需要多少钱 萧青之前合计过 不算租金转让费应该最少两百万 顾明月拍着胸部说 我没问题 回家跟我妈撒个娇 我妈会支持我的 宋婉眼在一旁附和道 我也没问题 顾明月调侃地问 乔玉你呢 支持萧青部 乔玉想都没想回答 自然是奉陪到底了 心想自己的媳妇不疼疼谁 看到这里小编都要羡慕得不行了 你们大学时财富已经这么自由了吗 看到好朋友们都这么支持自己想法 但是此时自己是拿不出钱 我需要你们借给我 一旁的乔玉抢先说话 我借给你吧 需要多少 还不还其实没关系的 你开心我就开心 什么叫没关系 还不还都可以 萧青生气说道 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人 虽然知道乔玉喜欢自己 自己对他也是有感觉 但是该分清的事情 还是要分清楚 乔玉连忙解释 萧青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误会了 萧青气愤地一把甩开乔玉的手 然后别过脸去让他不要碰自己 乔玉站在旁边不知所措地 看着萧青 乔玉看见萧青生气的样子后 愁容满面 继续解释 刚刚不是他想的那样 阿青闷恨了一声后 继续看着另一边 乔玉用手把他的脸捧了过来 卑微地希望 阿青听自己好好说 萧青看着阿玉祈求的眼神 终究心软了 乔玉解释 只是觉得喜欢阿青 所以一切都是他的 两人之间 没有必要分这么亲 可是 这只是乔玉的想法 萧青可不是这么想的 乔玉表示自己 考虑不周了 祈求阿青的原谅 并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 让阿青原谅他这一次 看着眼前紧张兮兮的阿玉 萧青忍不住心里暗息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然后赶紧伸手捂住嘴 乔玉先是疑惑地看着阿青 然后紧接着欣喜地 搂住了他的双肩 开心他终于不生气了 萧青看着眼前自己 一生气就紧张兮兮的乔玉 觉得非常有趣 萧青从抽屉里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借款协议书 递给阿玉 乔玉表示 利息就算了 不过阿青怎么能答应呢 乔玉一边看着手里 捧着的协议书一边嘟闹 阿青说什么就是什么 都听他的 顾松二人在旁边满脸一幕 笑得看着两人交流 盘下酒吧后 开业的第一天 萧青几人来到店里 他想着 钱是这里 生意一直很好 肯定稳赚不赔 本钱很快就能回来了 乔玉给阿青介绍酒吧 一直都是由陈经理打理 萧青客气地 给陈正打来个招呼 表示麻烦了 陈正赶紧回复 既然拿了老板的工资 就会好好做事的 萧青疑惑 怎么称呼他为老板 这时乔玉表示 做生意要有一个决定权 他们几个商量 觉得萧青最合适 顾明月在一旁附和着 萧青满脸感动地 接受了这个决定 这时 一个适应生急促地跑过来 请陈正赶紧过去看看 那边有人在闹事 陈正说 过去处理完很快就回来 让几人先在这里等着 萧青心里想着 怎么第一天就有人闹事 招呼身边的几人一起过去看看 什么人在这里闹事 闹事的一脸凶神恶煞地 指着旁边垂头丧气的适应生 质问陈经理酒吧的适应生 就这样吗 陈经理满脸歉意地微笑着 给客人赔罪道歉 然后质问旁边害怕的适应生 为什么没有记住他的话 好好照顾好客人 适应生赶紧解释 已经很好的照顾客人了 是因为客人要求赔酒才这样的 酒吧规定 适应生是不能赔酒的 陈经理连忙向客人解释 酒吧的规定 但是很显然 闹事的人不想听这套说辞 栖身而上 抓住了陈正胸口的衣服 大声质问 是不是不想做生意了 萧青几人来到这边 正好看到眼前这一幕 萧青让这人松手 闹事的人一边松开手 一边眼神轻挑地表示 来了个不怕死的 真有意思 然后坏笑着伸手 要摸萧青的脸 并表示姿色还不错 让萧青乖一点 会好好对他的 萧青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人 身体向后仰想要躲开这只魔爪 这时乔玉冲上前来 一把抓住了闹事的人的手 眼神冰冷地质问 怎么敢碰阿青的 闹事的人被抓住手腕 看着眼前气场全开的乔玉 气得得浑身冒汗 他突然一把 甩开了乔玉的手 左手一个勾拳 砸在了乔玉脸上 乔玉被打得向后倒去 坐在地上 萧青赶紧蹲下 担心地看着他 顾明月上前抓住闹事的人的衣经 大声质问 怎么敢动手的 闹事的人一点不慌 反问是不是想打架 嚣张地让他们数数 有多少小弟和他一起 乔玉蹲坐在地上 右手捂着被打的脸 左手握住萧青的手 放在他的膝盖上 让阿青别怕 阿青觉得阿玉真傻 乔玉表示 都是自愿做这些的 让阿青不要自责 乔玉的叔叔乔峰 带着两个人走来 自责他来晚了 乔峰慢条思理地 整理自己的袖子 活腻歪了 居然敢欺负乔玉 闹事的人瑟瑟发抖地 看着乔峰 看着被打的侄子 在眼前委屈地叫叔叔 乔峰的脸瞬间就黑了下来 冷酷地让手下 动手收拾闹事的人 闹事的人不见棺材不落泪 觉得乔峰只带了两个人 搞不了他 然后瞬间被打脸 被一拳捶在肚子上 嘴里喷血跪在地上 乔峰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眼前的人 人再多 怂也没用 这时闹事的人才看到 缩在墙边瑟瑟发抖的小弟 乔峰让他们滚 那些小弟赶忙扶着闹事的人 灰溜溜地走了 临出门的时候 闹事的人回过头来放狠话 还会回来的 面对乔峰的关心 乔宇表示没事 和大家介绍了他的叔叔 然后害羞地介绍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萧青 乔峰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就是萧青 表示久闻大名 另一边 闹事的小三找六爷 哭诉自己被乔峰欺负 请六爷做主 六爷疑惑 他没事惹乔峰干嘛 小三倒打一耙 表示并没有惹事 是乔峰仗势欺人 欺负他 就是打六爷的脸 六爷听信了谗言 表示这件事绝对不能忍 然后 小三带着六爷来到酒吧 此时萧青正在和陈经理 商量着酒吧的事情 在萧青身后 小三指着萧青说 这件事 就是因为他而起 六爷在旁边看着萧青 越看越着迷 小三疑惑 六爷怎么了 六爷害羞地问小三 这人叫什么名字 小三还没发现 六爷情况不对 给六爷介绍 这是酒吧的老板叫萧青 乔峰来罩着他的 然后让六爷 擒贼先擒王 先收拾着人 小三自顾自地说着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发现六爷已经转身走开了 满脸呆滞的小三 赶紧追着六爷跑了出去 萧青还在勉励着陈经理 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萧青惊讶地 看着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搂住了他的肩膀 想要和他交一个朋友 萧青一把甩开了这家伙 搭在自己肩膀上的爪子 坚决拒绝与之交朋友 六爷脸色微微一沉 然后他的手 从后面神奇地掏出了一朵 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微微俯身递到萧青面前 问香不相信一见钟情 他让六爷别整着深沉的 六爷依旧自顾自地 从背后俯身抱住身体 向后导的萧青 六爷表示 以前他也是个不相信一见钟情的 但现在他信了 六爷把花雕在口中 然后表白自己对萧青的倾慕 酒吧外面 顾明月和宋婉衍 商量这个专业学的头疼 他想要转专业 宋婉衍知识阿明表示 想转就转 可是转了专业之后 两人就有一大半的课 不能一起上了 投掃在一起的两人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顾明月闭上了眼睛 宋婉衍正准备吻上去 抱着一束花 急急忙忙赶乖的小三 撞到了顾明月 幸亏宋婉衍 拉住了他的手臂 站稳的顾明月 劈头盖脸地问小三 怎么又来了 他带着一群小跟班 赶紧解释 今天绝对不是来闹事的 捧着花溜进了酒吧 六爷埋怨怎么来得那么慢 他的美人都 等得不耐烦了 一大帮人大眼瞪小眼地 看着眼前两人的诡异姿势 顾宋二人也看得云里雾里 完全摸不着头脑 看见愣头轻视的顾明月和宋婉衍 萧青连忙向两人使眼色求助 六爷自以为是的认为 这就是爱情 让萧青接受他的追求 他心知肚明情况不妙 赶紧推开眼前的六爷 随便找了个学校有事的借口 便拔腿开溜 六爷在后面紧随其后 顾明月和宋婉衍 回头发现 乔玉正怒火中烧地站在后面 顾明月赶紧拽住眼看就要冲过去的乔玉 此时 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乔玉也冷静了下来 掏出手机 原来是小叔乔峰来电 乔玉赶紧求救 又有人来酒吧捣乱了 乔峰满口答应立刻就到 挂断电话后 他让环抱自己 并依依不舍的帅哥 跟着他走一遭 去个好地方 乔玉见小叔来了 满脸 无奈地坐在吧台上 应付式地打了声招呼 乔峰紧紧牵出帅哥的手 与乔玉一同坐下 三人默默无语地盯着地下 那束惨不忍睹的鲜花 以及遍地的花瓣 心生悲哀 知道怎么回事后 乔峰表示 这种情况不好动手 毕竟没有破坏这个酒吧 只是在这里表白而已 可是他表白的是 乔玉喜欢的人 见乔玉欲言又止 叔叔直接戳穿了他 乔玉的脸瞬间就红了 这时 叔叔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表示 假如给乔玉介绍一个男朋友 看萧卿会怎么样 乔玉感觉这时的馊主意 叔叔就是在添乱 乔峰无语了 侄子怎么这么笨 乔峰掏出根烟雕嘴里 把烟头送到旁边 那帅哥嘴里点燃的烟上 深吸一口 也点亮了自己嘴巴上的烟 极显暧昧 乔玉在旁边定定地看着 乔峰解释 给乔玉介绍个男朋友 只是为了刺激一下萧卿 刺激到了萧卿 才能认清自己的内心 乔峰吐出了一口烟 继续问乔玉明天萧卿 会不会变成柠檬精 乔玉若有所思 酒吧里 六爷表示 昨晚想萧卿 想得彻夜难眠 并给他写了一首歌 萧卿趴在旁边的桌子上 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 六爷一句 Music 顿时配乐响起 顾明月靠在宋婉眼背上 头搭在他右肩上 一只手放在他左胸前 顾明月还夸了一下 这六爷还会写歌 厉害厉害 结果等他开口就跪了 简直就是魔音贯耳 萧卿趴在桌子上 想死的心都有了 顾宋二人左右脸贴着左右耳 一人帮着另一人 捂紧了两边的耳朵 宋婉眼嘲笑着表示 这还不如自己一半动听呢 顾明月手一摊 表示 六爷这分数 几乎无限接近零 根本没资格与宋婉眼相提并论 这时萧卿发现阿玉来了 急忙抬起头来 一边招手 一边向他求救 谁知乔玉压根没有搭理他 并与之擦肩而过 萧卿举着手 呆愣在了原地 旁边桌上的一个美男 见乔玉走过来 便打了个招呼 乔玉坐在了这个漏肩美男的对面 萧卿扭头一看 不禁疑惑 这人是谁呢 这个时候 顾明月悄悄地挤到萧卿旁边 并巧声告诉他 乔玉叔叔给乔玉介绍的那个男朋友 估计就是这活 一听男朋友 萧卿立马就冷了脸 打算撤了 这回六爷又厚颜无耻地贴了上来 叫着宝贝 接下来要为萧卿急性演唱 独此一家的情歌 萧卿那张冷面 瞬间黑得像锅底 一巴掌毫不留情地 盖在喜笑颜开的六爷脸上 把六爷抽得远远的 六爷愣在原地 捂着脸傻眼了 萧卿又是黑着脸的往前走 萧卿突然顿住 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生气 这不就是一直以来想要的结果吗 看着乔玉正和那个所谓的男朋友 勾肩搭背 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还是会心疼的萧卿 本来就黑着的脸 瞬间更黑了 想着阿玉只能是自己的人 他一脚踹在了凳子上 把凳子踹到了乔玉的后面 抬头看见萧卿来到身边 乔玉装作一副 不知道他在这里的样子 见自己被死亡凝视着 乔玉想着不管了 随即站起来解释 这个人只是他叔叔介绍给他的 萧卿知道的 阿玉还是一直喜欢着他的 这时乔玉身后的人站了起来 搂住了乔玉的脖子 问乔少这是谁 玩得好好的 不能让别人参与进来 萧卿瞬间怒火中烧 一拳就把桌子上的水杯给掀翻了 正琢磨着自己 这是被乔玉当猴耍 恨得牙痒痒 乔玉冲着旁人那张脸 使劲推散 让阿卿别着急 接着解释自己 跟那人没关系 旁边那人又扑过来 紧紧抱住乔玉的脖子 表示他现在还孤家寡人一个 还能凑合着在一起 乔玉见这番架势 实在是忍不住了 只好任那人搂在自己脖子上 嘴里还得给阿卿解释 他一听 还能在一起 直接炸毛了 那人还跟着添油加醋 伸手掐住乔玉的脸 当然得在一起了 萧青猛地拉开那家伙 放在阿玉脸上的手 乔玉觉得 阿卿这是吃醋了 紧接着 他抓住乔玉的手 就往外跑 终于肯定 这伙是真吃醋了 萧青拉着乔玉 走过依偎在一起的顾明月 和宋婉眼面前时 交代阿眼带着阿明找个地方住 今晚不要回宿舍 乔玉一只手夹着烟 一边吐出一口烟气 一副 自己有仙剑之名 他侄媳妇就是喜欢他侄子的样子 旁边之前缠着乔玉的人 赞同乔峰 宋婉眼和顾明月走了过来 吐槽萧青很上套 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生气 宋婉眼在旁边 附和性子冷淡的他 居然会那么生气 宋婉眼问大家觉得 今天乔玉会受到怎么样的待遇 乔峰嘴里叼着烟 抬头满脸自信地让大家放心 萧青喜欢乔玉 喜欢得不得了 舍不得伤害他的 此刻 六爷正端坐在地面 使劲将一瓶酒摔个粉碎 六爷气得紧握双拳 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傻瓜 被那小子玩弄于鼓掌之中 怒火中烧的六爷 骂了一句混账之言 乔峰无奈地走了过来 向六爷打了个招呼 六爷抬头望去 发现竟是乔峰 瞬间紧张地像只受惊的小鸟 乔峰站在高处 俯视着坐在地上的六爷 质问是否清楚 这家酒吧 如今已经是他的底盘 另一边乔玉被萧青 拉着手回宿舍的路上 乔玉害怕地询问 是不是生气了 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 只是想知道 阿青是不是喜欢他 他不想听乔玉解释 让其闭嘴 气呼呼地拉着他 继续往前走 他只能无奈地跟着 回到宿舍 萧青翻箱倒柜地 找出一个盒子和一把钥匙 把钥匙给乔玉 让他打开盒子 虽然满脸疑惑不解 不过他 还是听话地打开了盒子 原来盒子里的东西 是阿青的老本 从第一笔赚的钱 到现在的都在这里面 阿青一样一样 拿出来解释 是什么东西 乔玉惊讶地看着 盒底的项链 原来这是他送给萧青的 他觉得很贵重 就一直放在盒底 乔玉把项链拿到手里 还以为阿青不喜欢 才一直不戴的 萧青表示 这些是自己的全部身家 都给乔玉了 看着眼前双手 抱着盒子的乔玉 萧青想到了前世 是乔玉把全部财产 所有银行卡 房产证 车钥匙装在盒子里 担心下贵给自己 今生 萧青表示自己 现在还没有车 也没有房 能给乔玉的只有这些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乔玉赶紧表示愿意 然后一把搂住阿青的脖子 把他搂到了怀里 紧紧抱着 萧青不敢置信地 又问了一次 是不是真的愿意 乔玉赶紧给出肯定的答复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乔玉也拿出来一个 和刚刚一模一样的盒子 告诉阿青 这里面是他的老婆本 然后 说了和上辈子同样的话 求婚的话 应该是他来求 应该是他给萧青一切才对 萧青被这话刺激到了 一把推开乔玉转过身来 左手把盒子抱在胸前 右手抓着头发 泪流满面 乔玉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从后面抱住萧青赶紧道歉 不应该去见什么男朋友 并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脸上还有泪痕的萧青 回头看着阿玉 表示不是因为他 并准备告诉阿玉 自己穿越重生的事情 不管他信不信 尽管阿玉表示 阿青说的话自己都相信 可是听到他是从前世重生而来的 乔玉还是惊了一下 之后萧青全盘拖出了所有事情 知道萧青是因为上一世 自己背叛了 他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所以刚开始才会对自己那么冷漠 乔玉明白了这一切后 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 见乔玉在后面搂着自己 一直不说话 萧青以为阿玉觉得匪夷所思 不相信自己的话 阿玉再次肯定很相信他所说的话 乔玉接着让萧青明白 他不可能是前世的乔玉 背叛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而且前一世的乔玉 也是肯定爱萧青的 那件事情一定是个误会 萧青听着阿玉的话 满脸娇羞 把他推开 表示一年的试用期内 不要想着有什么进展 如果不满意 就会退货 乔玉把嘴巴凑到了萧青的耳边 表示一定会让他满意的 他用手把阿玉的脸推开 想着顾明月和宋婉眼之前 居然一起坐戏演自己 萧青眼神一灵 想着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第二天 顾送二人回到宿舍 在门外顾明月就猜测 昨晚萧乔二位有没有发生什么 本以为打开宿舍门就知道了 谁知道宿舍门打开后 发现气氛很怪异 两人昨晚好像没有睡到一起 顾明月正开被宋婉眼捂着的嘴 上前问乔玉这是怎么了 她一副伤心无奈的表情走开了 顾明月问阿玉怎么办 宋婉眼表示 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 见萧青眼睛红红的 顾明月还以为她被乔玉欺负了 萧青给了否定的答复 然后啪的一声摔上了门 两人猜测萧青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吵架了 萧青让两人别猜了 之后问宋婉眼 还记得她在天台说过的话吗 宋婉眼想起来 之前她说过的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 尤其是乔玉 顾明月在旁边惊讶 怎么能这样说呢 见萧青去图书馆了 顾明月和宋婉眼商量 这是不是弄巧成桌了 后悔没有早点告诉萧青 不知道他们两人会不会连朋友都做不成 宋婉眼感觉似乎哪里不对的样子 食堂 萧青哈哈大笑 想着刚才宋婉二人的样子 真是太好玩了 并夸乔玉刚刚的表演不错 乔玉在旁边包了一个鸡蛋 给萧青捂眼睛 自责是因为自己她的眼睛才肿成这样的 她让乔玉不要这样 也自责是因为自己纠结过去 才导致两人现在才在一起的 这时萧青下乔玉 送完眼他们来了 乔玉被吓得手忙脚乱的 飞快的跑到旁边的桌上端坐着 乔玉感叹阿青越来越坏了 来到坐着的阿青身边 俯视着他的脸 准备轻一下惩罚一下他 这里是公共场所 不过现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见眼前的乔玉实在想要 而且还只是轻一下 红着脸的萧青 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 两人的心都在扑通乱跳着 终于稳到了一起 亲完之后 脸红的萧青表示该去上课了 乔玉还想再亲一下 萧青伸手捂住了他的嘴拒绝了 教室里 见两人之间的关系 又像仇人一样了 顾明月后悔之前弄巧成桌了 宋完眼见阿明如此担心 便安慰他会有办法的 宋完眼上前邀请垂头丧气的萧乔二位 一起去酒吧道歉 因为昨天把客人都赶走了 可是 不管是在酒吧还是在宿舍 萧乔二位都冷冰冰的 顾明月受不了这种冰天雪地的气氛 拉着阿眼一起出去了 见两人离开后 萧青觉得非常有趣 哈哈大笑 而乔玉则略显疲惫地想着 终于不用演了 原来乔玉觉得虽然好玩 但是一整天都远离萧青 很难受 萧青见乔玉又想亲自己 连忙表示 今天在食堂亲过了 乔玉觉得还不够 把他抱来 坐在自己的腿上 乔玉想要两人再近一点 眼看乔玉就要亲下来 萧青赶紧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继续拒绝 这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 被吓一跳的两人亲在了一起 原来是顾明月回来拿钥匙 然后被屋内 两人的姿势吓了一跳 手机都掉在了地上 宋婉眼见阿明呆滞地看着屋内 一看 萧青坐在乔玉腿上 先是疑惑 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两人反应过来 他们被耍了 又是一年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操场上 四人突然看见有人 在给苏杨表白 顾明月表示 苏杨也有人表白了 他们这是要组队脱单的节奏 萧青赞同这种说法 觉得挺好的 苏杨和萧青看见了彼此 互相打了招呼 见萧青要走上前去 乔玉赶紧拉住了他 他让乔玉放心 然后继续往前 苏杨也走上前来 让萧青不要误会 然后解释并没有答应那人 萧青觉得 那个男孩挺好的 劝苏杨再考虑一下 听到他的话 苏杨顿在了原地 萧青是认为自己 应该接受刚刚的表白 他不准备给苏杨任何错觉了 告诉了苏杨 自己已经和乔玉在一起了 苏杨不可置信地看着萧青 双手捂住嘴 眼里泪花闪烁 苏杨问萧青在说什么 萧青解释他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祝苏杨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苏杨完全不能接受 浑身颤抖 指责萧青知道自己喜欢他的 萧青见萧青这样 继续给苏杨道歉 听完萧青的解释与道歉 苏杨平静下来 表示自己知道了 然后潇洒地转身挥手 有事告辞先走了 乔玉来到满眼歉意的阿青旁边 表示希望苏杨 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萧青复合苏杨 值得更好的 苏杨微微回头 看了一眼勾肩搭背的萧乔二人 心里想着 这个傻瓜 有什么好抱怨的 自己也希望他能幸福 不是自己其实也没关系的 苏杨面无表情地向前走着 没有发现 之前表白的人 正默默跟在后面 好在 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天大的事 都会慢慢归于平静 转眼就是一年以后 萧青他们都是大二的学生了 由于酒吧的生意还不错 四人搬出了宿舍 开始在外面租房子 不过却来了一位不宿之客 宋婉眼和顾明月正在做饭 乔玉在沙发上边 搂着萧青的肩膀 边投为他薯片 此时萧青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萧青接了电话后 一副惊疑不定的样子 乔玉疑惑 阿青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阿青表妹 明天要过来 妈妈让她明天去接她 萧青担心和阿玉的关系 被表妹发现 乔玉安慰萧青 不管阿青表妹什么样子 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就好了 可是她还是满脸担忧 不知道被发现后怎么办 次日 在车站里 阿青表妹穿着红色超短裙 携带着鸭舌帽 砸着双马尾 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右手提着行李箱 左手举起 笑容明媚地和萧青打着招呼 萧青问图鲁累不累 要不要先去吃饭 图鲁紧盯着面带笑意 接过自己手里行李箱的乔玉 乔玉笑着表示 先去吃饭 表妹刚刚到这里 一定饿了 图鲁被帅气的乔玉吸引 连忙把萧青拉到前面去问 这人是谁 乔玉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萧青一边介绍 这是自己的朋友乔玉 一边用眼神暗示阿玉 把笑容收回去 不许勾搭别人 乔玉一副仗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她觉得自己没有勾搭 因为平时也是这样的 图鲁跑过来 把乔玉的手臂摟入怀里 她喜欢乔哥哥 让乔玉做她男朋友 乔玉惊诧莫名地看了一眼 摟着自己手臂的图鲁 然后看见面无表情 盯着自己的阿青 瞬间就紧张得冷汗直冒 正脱开被图鲁摟着的胳膊 急忙拒绝表示 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图鲁又一次把乔玉的手臂 摟入怀里紧紧抱着 头也靠在乔玉胳膊上 表示没关系的 她追乔玉就好了 肖青见图鲁拉扯着乔玉 虽然明知道 阿玉也不愿意 但是心里还是很难受 肖青也想自然地 站在阿玉旁边 也想当众牵她的手 越想越气的阿青 勾搂着身子 快速从两人之间穿了过去 图鲁疑惑 表哥怎么走这么快 而乔玉看着生气的阿青 也很担心 肖青黑着脸继续向前走 她想在阳光下宣告 和阿玉的关系 可是却无能为力 肖青进屋后 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宋婉眼 和顾明月被吓一跳 呆滞地看着肖青 静止回到卧室 肖青回到卧室后 被靠着门坐在地上 双手撑膝抱头 气不成声 见乔玉回来 顾明月问乔玉 是不是又惹阿青生气了 乔玉满脸无奈地让她闭嘴 宋婉眼也追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玉生无可恋地 靠在了沙发上 伸手挠着头发 表示都怪阿青那个表妹 乔玉打开卧室的门 见阿青躺在床上睡着了 走到床边俯下身 伸出左手 抚摸着她的脸 心里想着 阿青真是个傻瓜 何其幸运 能够遇见她拥有她 自己怎么可能喜欢上别的人呢 乔玉俯身亲吻萧青 萧青转过头 避开乔玉的亲吻 表示 不要以为偷亲自己 就会得到原谅 见阿青坐了起来 乔玉表示 早就知道她在装睡了 然后问是不是还在生气 虽然萧青表示没有 不过乔玉 知道她在气什么 把阿青搂在怀里保证 都没有让阿青相信自己 萧青解释自己 不是在生乔玉的气 乔玉知道 阿青是想像屠璐一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抱着自己 阿青疑惑她 怎么这么善解人意 原来乔玉和萧青一样的想法 而且她不止 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抱萧青 还想亲吻她 说着就亲了下去 两人正亲得起劲时 手机响了起来 萧青红着脸 接通了屠璐的电话 听见屠璐亢奋 无比叫表哥的声音 被震懵了的萧青 赶紧把紧贴耳朵的手机拿开 萧青已 这里都是男孩子 表妹一个女孩子 过来不方便为由 拒绝了她来宿舍 谁知表妹 如同恶魔一样威胁萧青 如果不让她来的话 就给姑姑也就是萧青妈妈告状 说萧青在宿舍里面养了一个女人 她无可奈何 只能答应 三人坐在沙发上 屠璐坐在中间表示 也要住在这里 萧乔二人坐在两边 都眼神十分不爽地拒绝了 屠璐死缠烂打 就要和乔哥哥一起住 趴在萧青肩膀上又一次威胁她 如果不让她在这里住 就告诉姑姑萧青已经搬出来住的事情 看她怎么解释 阿青满脸无奈地伸手抓闹着头发 然后萧青和屠璐都被突然黑着脸站了起来的乔玉 吸引了目光 乔玉表示 她不喜欢无理取闹的人 请屠璐出去 屠璐听见乔玉的话 表示自己明白了 脸上瞬间失去了颜色 红色的瞳孔满是失落 屠璐站起来 装作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 笑着向两人告别 萧青依旧坐在沙发上 乔玉在旁边站着 两人就在原地 看着屠璐出去之后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萧青喜笑颜开地夸赞阿玉那句 不喜欢无理取闹的女人 还表示 要是早知道阿玉的话这么管用 她就什么都不说就好了 乔玉一边坐下 一边无奈地表示自己也是没办法了 又不能和屠璐公开两人的关系 见阿青听到两人的关系 瞬间情绪失落了下来 乔玉赶紧抚摸着阿青的脸 安慰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慢慢来不要急 被搂进怀里的阿青同意她的看法 萧青低头看着手机 屠璐在后面想着 乔哥哥不喜欢无理取闹的女人的模样 越想越激动 直接蹦了起来 嘴里喊着好帅 萧青回头疑惑地看着表妹 三人并排走在一起 走在左边的屠璐 总是偷偷瞟着中间的阿玉 三人都没有注意到 有人正偷偷躲在树后观察着他们 看着三人的背影 满脸阴险的陈琳 自顾自地想着 萧青 好久不见 陈琳姿态优雅地向屠璐挥手示意 屠璐心中暗自纳闷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陈琳连忙介绍自己 然后提出一桩合作事宜 屠璐心里琢磨 这人究竟想搞什么名堂 两个人各自点了一杯饮品 挨着坐到店里的桌旁 屠璐满眼 专注地咬着吸管品味饮料 陈琳试探性地询问她 是否对乔玉有好感 屠璐以为陈琳也喜欢乔玉 连忙放下手中的饮料表示 她是不会把乔玉让给陈琳的 陈琳伸手勾起屠璐的下巴 解释自己不喜欢乔玉 而且可以帮屠璐追她 她抬手扒拉开陈琳的手 疑惑这是什么说法 陈琳继续解释 屠璐表哥萧青和乔玉是一对 自己喜欢萧青 所以两人刚好可以合作 屠璐满脸疑惑 这是真的假的 陈琳掏出一张照片丢在桌上 让屠璐自己看 是一张萧青与乔玉无比暧昧的照片 乔玉搂着萧青双肩 屠璐之前讲喜欢的人原来是表哥 低头闭眼心里思绪万千 如果是表哥的话 不得不说乔玉哥哥很有眼光 自己就不多人所爱了 反正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然后抬起头来质问陈琳 知不知道找私家侦探 窥探他人隐私是违法的 屠璐一边撕着手里的照片 一边比凭陈琳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就不配喜欢自己表哥宵亲 看着屠璐把撕碎的照片丢下 陈琳满脸的疑惑不解 继续表示只要两人合作 就能得偿所愿 使劲拍了一下桌子 让陈琳闭嘴 以报警为由 威胁陈琳把这些照片处理了 然后告辞扬长而去 陈琳想着 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丫头骗子耍了 气得面红耳赤 握紧了拳头 教室里 乔玉疑惑 最近萧卿的表妹 怎么都没来反两人了 阿清在旁边双手抱胸 质问阿玉是不是不习惯了 乔玉连忙表示不敢 阿清冷哼了一声 乔玉一边吐槽着万恶的高树 一边翻着桌柜 似乎翻到了什么 乔玉突然惊疑了一声 原来是一盒礼物 乔玉问是不是阿清送的 结果不是 打开之后 是一盒巧克力 看上去挺好吃的样子 阿清抓了一颗丢在嘴里 表示味道还凑合 乔玉正准备也拿一颗尝尝 突然发现 里面还有一张给乔玉表白的卡片 乔玉把卡片朝向阿清 心想让他快吃醋 见阿清目不斜视 只是好奇 是谁给阿玉表白 乔玉顺手 就把卡片扔了出去 然后告诉阿清 署名安诚 萧青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乔玉疑惑 他是不是认识这个人 萧青没有言语 紧紧盯着手中的巧克力 想着安诚终于还是出现了 萧青黑着脸 死死盯着手里的纸条 乔玉疑惑 他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安诚约乔玉在转角咖啡店见面 萧青把纸条拍在桌子上 见乔玉还在疑惑安诚是谁 萧青这才想起来 这一世都还不认识安诚 萧青表示 乔玉不需要知道这人是谁 但是自己要和乔玉一起去见安诚 乔玉想要知道为什么 并表示他不想去 萧青站了起来 强硬地表示就要去见 乔玉十分不理解 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要见 见萧青已经走到门口了 只能无奈起身跟上 走在前面的萧青想着 这一世要把所有的可能扼杀了 再也不让安诚靠近自己的阿玉 咖啡店里 安诚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两个人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自己约的一个人 怎么变成了两个人 安诚给乔玉打了招呼 介绍自己是 一直关注着乔玉的安诚 他随意地恩了一声 之后 安诚问坐在乔玉旁边的这个是谁 乔玉搂着萧青的肩膀 淡淡地介绍 是最好的朋友 安诚稍显纠结 给乔玉表白 询问乔玉 会不会觉得他喜欢男生恶心 乔玉表示不会 因为自己也喜欢男生 听到乔玉的话 安诚激动坏了 连忙追问自己 是不是有机会 萧青接过话头 表示没什么好说的了 安诚连忙把视线移向旁边的萧青 只见萧青一只手 拽住了乔玉胸口的衣服 把阿玉拽了起来 表示刚刚忘了介绍 自己不仅仅是阿玉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的恋人和男朋友 安诚满脸的不可置信 萧青起身 牵着乔玉的手 感谢自己的爱人阿玉 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让安诚喜欢 然后请安诚不要打扰到两人 萧青手撑桌上 俯身靠近安诚的头 强硬地宣布 阿玉是自己的 这还是乔玉第一次见到 这么粗意明显的阿青 安诚还是不死心 站起来追问乔玉 萧青说的是不是真的 乔玉勾住了萧青的脖子 给了肯定的答复 也感谢安诚的喜欢 看着两人的背影 安诚表示自己 是不会就这样放弃的 回去的路上 两人并排走着 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 爱心状的花瓣漫天飞舞 阿青问阿玉 是不是有人追她很开心 乔玉赶忙否认 表示是在笑 有人好像吃醋了 见萧青脸红了 似乎还有一点羞脑 阿玉赶紧抚摸着阿青的头 不敢再逗她了 乔玉觉得 不理安诚就行 还是很不理解 继续追问 为什么非要见这个人 萧青敷衍的解释 就是觉得 好歹也是喜欢阿玉的 她做出一副怨种的样子 打断萧青的话 抱怨阿青还是不够爱自己 什么都不愿意说 直接把阿青搞无语了 叹了口气 萧青解释 安诚就是前一世 和乔玉躺在一张床上的人 乔玉听了后 惊得张大了嘴 萧青满脸委屈地威胁乔玉 要是敢和安诚纠缠不清 就真的不要她了 乔玉赶紧搂着萧青的肩膀 真诚无比的保证 绝对不会和安诚再有什么关系 不要再伤害阿青 真想掐死前世的自己 居然让阿青误会 搞得这么伤心 今生今世 来生来世 都只爱阿青一个人 乔玉抚摸着萧青的脸 深情地看着眼前的人 突然阿青 拉扯着阿玉嘴的两边 骂她油嘴滑舌 乔玉抱着萧青的手臂 让她相信自己 现在心里面 就只有阿青一个人 再也装不下其他人了 看着满桌的吃的 顾明月拿着署名安诚的卡片吐槽 安诚这是开启养猪模式了 顾明月坏笑 把卡片朝向旁边情绪低沉的萧青 问萧青家的白菜 要被别的猪拱了 该怎么办 萧青心想 昨天的话 显然对安诚一点作用都没有 乔玉在旁边担忧地看着 顾明月在挑选着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萧青的脸更黑了 乔玉赶紧把东西 全推到顾明月面前 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顾明月先是一愣 然后毫不客气地 把东西全部都在怀里抱着走了 还保证一定会一点不剩地 全部吃完的 乔肖二人并排走进教室 看见自己的桌上 又摆了一盒和上次一模一样的糖 阿玉心想 不能再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了 乔玉在路上堵住了安诚 质问他喜欢自己 或者喜欢男人这件事 应不应该是大张旗鼓的事情 本来见到乔玉兴高采烈的安诚 瞬间就低沉了下来 垂头丧气地表示不应该 听到安诚的回答 乔玉继续质问 现在做的这些事 就不是喜欢自己 而是想要毁了自己 安诚赶紧解释 他是真的喜欢乔玉的 并不想别人都知道 也不想害乔玉 只是想见见他 乔玉转身离开 威胁安诚 要是有一天 因为他出了什么事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安诚 走开的乔玉心想 自己居然用最恨的世俗的眼光 为借口拒绝他人 乔玉没想到的是 他的拒绝 不仅没有打消安诚的念头 反而给了他一种 还有机会的错觉 顾明月坐在后面吐槽 又没有零食吃了 真孤单 见他想吃零食 正在认真看书的 萧青回头表示 可以找一个爱慕 送完眼的人来送 顾明月赶紧趴在桌子上 表示不吃了 送完眼抚摸着他的头 安慰想吃就吃 自己给买 坐在旁边的乔玉 问阿清还在生气部 萧青表示自己没有生气 然后啪的一声和上书 质问阿玉 谁允许他背着自己 私自去见安诚的 乔玉赶紧抱住萧青胳膊 投靠在他肩膀上 保证以后去见男人 一定给他报呗 阿清的脸色明媚了起来 重新翻开了书 阿玉在他肩膀上不断蹭着 安诚低头看着手机走着 突然被陈琳叫住 不知道这是谁 安诚还以为 这人要和自己表白 平时很少和女生接触的他 感觉好可怕 听见面前的女生问自己 最近每天给乔玉送东西 安诚还以为是情敌 心想 一个宵亲就让自己够烦了 居然又冒出来一个女生 安诚解释 他有一个表妹在另一个学校 很喜欢乔玉 拜托他帮忙追乔玉 陈琳介绍自己是乔玉高中同学 很了解他 可以和安诚好好聊聊 路上 安诚和乔玉打招呼 乔玉不想搭理 加速准备离开 安诚跟了上来 表示有话要说 阿玉继续往前走 觉得自己上一次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又来干什么 直到听见安诚提醒 要小心陈琳 他可能对萧卿不利 乔玉才停下脚步 转身疑惑地看着安诚 安诚解释 陈琳之前找过他联手 准备帮助他得到乔玉 安诚认为 陈琳有可能对萧卿不利 但表示不会对乔宵二人做什么的 所以拒绝了陈琳 安诚卑微无比地表示 就算乔玉不喜欢他 也希望阿玉和他喜欢的人都能好好的 乔玉笑着感谢安诚的提醒 看见乔玉对自己笑了 安诚的心扑通乱跳个不停 萧卿走过来 看见安诚花枝招展的样子 质问阿玉刚刚是不是勾引他了 阿玉摸着头发 反问是不是吃错了 阿卿掐了的兰花纸 要求阿玉以后 只能对自己笑 见阿玉乖巧答应 萧卿抚摸着他的头 表示如此可笑 然后继续追问 刚才安诚说了什么 一副严肃的样子 得知是要小心陈琳一点 萧卿正准备继续追问陈琳怎么了 说曹操曹操到 陈琳跟着屠璐走了过来 原来是屠璐被陈琳烦得受不了了 这才允许他 跟着一起来看看萧乔二人有多恩爱 让他早点死心 萧卿挥手拍飞了陈琳递给他的感冒药 还转头不看他 屠璐趁机上前 劝情绪低沉的陈琳尽早放弃 然后问他还要跟去步 结果陈琳毫不退缩 死皮赖脸的想要去 表示就算追不到 也想多看一眼 屠璐无可奈何 不知道的是 陈琳已经完全黑化了 自己得不到萧卿 就准备把他完全毁了 萧卿在炒菜 阿玉在旁边切菜 见阿卿有点心不在焉 阿玉劝他 不要担心陈琳有什么目的了 时刻小心着就是 然后跑到他背后 搂住他的腰 听见阿玉评价味道好香 萧卿加了一块排骨吹了 然后味到了他的嘴里 乔玉不断咀嚼着 然后一个劲地夸好吃 萧卿见阿玉嘴角粘上了一点残渣 伸手帮他擦干净 乔玉吞咽完了之后 抓住阿卿的手 张嘴含住了他的食指舔了一下 调解阿卿更好吃 他全身都红透了 陈琳蹲在沙发边上鬼鬼祟祟的 被帮萧卿买酱油 突然开门回来的屠璐吓一跳 萧卿出来接过酱油 面对屠璐的质问 陈琳解释 手机掉沙发下了 正在找手机 之后 陈琳靠在沙发上 双手捂着肚子 抱怨好饿 这天安诚在校门口叫住萧卿 萧卿想 可真是找对人了 然后问安诚有什么事 安诚找到萧卿 表示自己只是担心他和乔玉 萧卿当然知道安诚的想法 可是人家既然如此坦诚 他也就拿出一副感激的模样 等安诚离开后 萧卿望着他的背影 心里忽然觉得 这人其实也并不讨厌 突然 一个红毛出现在墙角 那小子鬼鬼祟祟 似乎在跟踪 萧卿看那人有点像成语 若有所思 乔玉也走了出来 看着呆愣愣的萧卿 他感到十分疑惑 于是上前问发生了什么 萧卿摇了摇头 回应没事 只是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人 此刻 他的眼神里 多了一丝得意的神色 次日 萧卿老早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乔玉从被窝里 探出半截身子 猜测这小子 怕是要去见男人 萧卿一边穿衣 一边肯定了乔玉的猜测 随即一把就把这个半裸的美男子 从床上揪了下来 并要求他也要跟着去 收拾好后 两人来到了学弟成语家门口 那家伙见到两人 脸上的表情顿时有点别扭 萧卿开门见山 直接问他想不想知道安诚的事 那小子瞳孔一阵 可很快又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几人来到了咖啡厅 成语明显已经按捺不住好奇心了 刚坐下就开始问起安诚的事 萧卿一边搅着咖啡 一边表示自己可是成语的学长 作为学弟怎么说 也得先问个好 如果这么不尊重人 他也就没心情说了 成语立即来了个180度大鞠躬 看着他诚恳的态度 萧卿也不打算卖关子了 于是问起这家伙 是不是喜欢安诚 成语有些吃惊 他不清楚 这人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 随即又摆出一副失落的表情 回答说喜欢安诚有什么用 对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萧卿安慰他 机会还是有的 因为安诚喜欢的是乔玉 而乔玉喜欢的却是自己 只要成语能够勇敢一点 大胆表达自己的感情 说不好安诚就能给他这个机会 说完这些 萧卿就拉着乔玉走了 留下成语自顾自的思考 乔玉也是恍然大悟 原来小青也害怕安诚将自己抢走 所以这家伙才约成语出来 讲这些故意告诉了他 萧卿脸红了 狡辩自己可不是为了乔玉 后者被他扭扭捏捏的样子逗笑了 随即拦起心上人的肩膀 将脸贴了过去 另一边 陈琳从摄影工作室走出来 手上已经多了一袋照片 他看着手上的东西 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既然被萧卿拒绝了 他必定要让那个不长眼的家伙付出代价 一边幻想着 陈琳一边将萧卿和乔玉的亲密照撒在地上 一个路过的小男孩提醒他东西掉了 没想到这位姐姐根本不屑一顾 头也没回就走了 阳光明媚的午后 萧卿静不知不觉 趴在客桌上睡着了 乔玉疯疯活活闯进教室 一边揉捏着萧卿的脑袋 一边高兴地说自己要开始写剧本了 萧卿睡眼心疯地醒过来 似乎没听清刚才说了什么 乔玉兴奋地抓起他的手 再次说明了自己要创作的事 这家伙脸上的笑容 此刻真是比蜜还甜 萧卿感到高兴的同时 也问起了剧本的题材 乔玉认为现在新一代的青年 迫切地需要一部都市励志剧的启发 所以自己打算从这个题材入手 萧卿揉了揉眼睛 脑袋清醒了一些 他忽然想起 前世的乔玉好像就是因为创作了这个题材 所以剧本一直没人看得上 他想劝乔玉改变思路 换个方向来写 于是他让乔玉想想 假如有这么一部片子 讲的是一个农村来的人 家里贫穷 半生不幸 但这个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获得了成功的事业和爱情 这样的剧情 就算是比起那些普通年轻人 更有资质的自己 也很难去接受 更何况是那些整天幻想的小孩子 乔玉琢磨了一下 认为萧卿说得不错 自己对这样的剧情 也是非常无感的 但是除此之外 却再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好的题材 萧卿笑了笑 告诉乔玉 或许可以写一些关于玄幻一点的东西 这也是当代很多年轻人 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其剧情也不难创作 无非就是神仙妖魔凡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或者爱情纠纷 例如花X骨之类的 两人正讨论着剧本 忽然一个脑袋从旁边钻了出来 将萧乔二人从中隔开 来者正是顾明月 这小子情绪激动 大声嚷嚷着都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萧卿一头雾水 顾明月拿出手机 打开了学校的贴吧 将一张网报照片摆到了萧卿的面前 仔细一看 居然是萧乔二人的接吻照片 顾明月补充 学校公告栏也贴满了二人的私密照片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俩的关系了 这下几人被惹恼了 乔玉一言不发 直接跑到了公事栏 将上面的照片全给撕了 围观的学生很多 乔玉板着一副阴冷的表情 将人都撵走了 萧卿站在人群中 心里莫名涌起的一股恐惧感 现在还不是最糟的情况 这些事迟早会传到家里面 到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乔玉撕完照片 对接下来的事也是手足无措 只好拿出手机 想先把这些事告诉叔叔 乔峰接起了电话 了解情况之后 也只能要萧乔二人先去酒吧 等两位名满江湖的大人物到了 乔峰自然拿不出好脸色来 他怒斥乔玉 自己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王小子脸上狠狠揍一拳 乔玉做贼心虚 也只能连声道歉 毕竟这样的结果还是 因为他的疏忽导致 萧卿在一旁低着头 虽然他也并不是太关心 别人对他的评价 但如果妈妈知道了这件事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 乔峰点上一支烟 猛吸了一口 他提出了建议 既然事情已成定局 想着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与其等着别人告诉妈妈这件事 不如萧卿自己亲口说出来 乔玉也苦笑了一下 随即鼓励他别害怕 萧卿稍作思考 终于点了一下头 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电话那头 传来了妈妈温柔的声音 萧卿心却提到了嗓子眼 妈妈似乎还不知道那件事 张口就问上课的事情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萧卿握紧了乔玉的手 一字一句问起妈妈对小玉的印象 对于乔玉 萧母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 在她眼里 这就是个很好很乖的孩子 所以电话里面 也自然少不了一顿赞许 萧卿稍微缓和了一下心情 接着问妈妈 愿不愿意让小玉和她成为一家人 做她的新儿子 这样的说法很委婉 妈妈当然听不出来什么意思 她想不通 乔玉怎么能成为自己的儿子 但如果能成真的话 也确实很激动 毕竟这个孩子 她也很喜欢 萧卿听到妈妈说喜欢乔玉 脸上已经变得兴奋起来 于是向电话那头回应着 明天就要带这个新儿子回家看看 挂了电话 乔峰问二人 现在该怎么办 萧卿还是摆着那副苦瓜脸 她请求乔峰 先在背后做调查 把那些照片传出去的人先找出来 然后不要再让那些信息流传出去 以免造成更大的影响 乔峰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至于乔玉 萧卿已经下定决心 将她带回家去 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为了这份爱情 能够长久地走下去 这一次 两人决定拼了 周末 萧乔二人来到了机场 人群匆匆忙忙 都急着赶往自己的目的地 而萧卿此刻却怂了 那件事对她影响不小 现在又要去面对妈妈 这几天的压力 让她根本睡不好 乔玉似乎看出了这小子的顾虑 于是直接伸出了手 让萧卿牵着 大庭广众之下 萧卿一下就红了脸 左顾右盼 生怕有人看见似的 乔玉也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就一把抱住了她 萧卿更害羞了 开始挣扎起来 乔玉安慰她要勇敢 无论如何 两人迟早都要面对妈妈 为了终有一日 能在阳光之下相拥 这条路 他们已经飞走不可了 说完这些 萧卿冷静了一些 也终于由着乔玉拉起她的手 奔往这场爱情保卫战的战场 不知是飞机太快 还是时间太快 不知不觉 两人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乔玉拉起萧卿的手 安慰她别紧张 后者点点头 勇敢地敲响了大门 门开了 萧母赶紧让两人进去 随后高兴地去厨房做饭去了 望着抚养了自己十几年的背影 萧卿咬着牙 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 终于 她叫住了妈妈 乔玉的手被拉住 萧卿低下了脑袋 她大声告诉妈妈 自己和萧玉在一起了 萧母瞪大了双眼 她不敢想象 她的儿子萧卿 居然和另一个男孩在一起了 怪不得萧卿说 萧玉要成为自己的儿子了 萧母顿时感觉浑身无力 瘫坐在沙发上 她双手掩面 询问孩子 是不是回来征求同意的 萧卿摆出一副祈求的眼神 希望妈妈能够接受 这一刻 萧妈妈发怒了 她颤抖着反对自己的儿子 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就是一条弯路 一条不属于她的路 咚的一声 萧卿跪下了 她倾诉着自己的生命里 不能离开乔玉 也不能离开妈妈 少了任何一个 她都不能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乔玉也跟着跪了下去 她同样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恳 请求着阿姨的成全 这对苦命鸳鸯 就算跪着 也要手拉着手 韩晴默默地对视着 萧卿爬到妈妈面前 她生死力竭 眼睛已经红了筐 精英的泪珠 就要滚落下来 萧妈妈站起身 别过头 任由孩子们跪在地上 一个人愤怒地走进了房间 关闭了房门 她哭了 她想不通 自己哪里做错了 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夜深了 萧乔二人 还跪在冰凉的地板上 萧卿一天没吃饭 又消耗了很多体力 本来身子骨旧弱 现在更是脸色煞白 乔遇到并无大碍 她扶着萧卿的后背 想让这虚弱的家伙 掀起来缓缓 后者坚持己见 表示今天非要求的妈妈的同意才行 萧母那边也不好过 她哭了一下午 只经扔满了床头 但她也在努力开导自己 查了一天的手机 她知道了 同性恋不是一种病 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同性相恋的正常人 萧母打开门走出去 只见二人还跪在地上 萧卿想站起来向妈妈道歉 可脚上却已经站不稳了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乔遇没有半点犹豫 赶紧冲上来 扶起自己的爱人 这一幕 萧妈妈看得又心疼又无奈 沉默了一回 她决定了 自己虽然还暂时无法同意 两个人在一起 但她可以先保持不反对的态度 妈妈的让步 使萧卿和乔遇喜笑颜开起来 萧母叹一口气 她当然希望儿子能幸福 如果乔遇能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母亲 她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拦 萧卿回过头 心中的快乐一于言表 她告诉妈妈 自己现在很幸福 完全不需要担心 萧母伸出手 轻轻地往儿子脑袋拍了一下 她告诫萧卿 未来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以及更多的伤害 毕竟 这不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两人的感情需要 做足长久的准备 乔遇郑重地点点头 向萧母保证自己 会用全部的力气 去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 当然 她也保证 自己会永远记住 今天所说的话 做到有始有终 夜深了 乔遇洗了得早 除了浴室 萧卿似乎已经睡着了 乔遇捏手捏脚爬上床 却不知 萧卿已经等她许久了 一个偷袭 两人就再次粘上 乔遇亲吻着萧卿的手 她从未想到过 两人能够如此光明正大的 在这个地方 袒露心里的爱 萧卿也想着 既然这一世再次选择了乔遇 那她一定会 一直一直勇敢下去 次日早晨 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客厅上 萧乔二人 在沙发上并排而坐 萧妈妈将做好的早餐 端上餐桌 这一幕温馨的场面 还真像其乐融融的一家 乔遇目不转睛地 盯着桌上的食物 连连夸赞萧妈妈手艺好 闻着都这么香 吃起来肯定更加美味 萧卿倒是直接大口朵一起来 乔遇这家伙 此刻在她心里 就好比一个马屁精 就在这时 桌上乔遇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原来是乔母来电话了 打完电话 乔遇的脸色有点别扭 她告诉萧卿和萧妈妈 自己得赶紧回去了 看来两个人的事情 终究还是暴露了 令人安慰的是 萧母倒是先给乔遇加油打气 似乎已经慢慢接受了 她这个新儿子 萧乔二人 很快又辗转到了乔家 一进门 管家就告诉乔遇 她父亲已经在书房等她了 乔哨就是乔哨 面对恋情暴露 她可没有表现得 像萧卿那样的胆怯 乔遇让萧卿先到休息室吃点东西 然后跟着管家 就去找父亲了 书房里 一打照片 被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乔雷大发雷霆 咆哮着 质问起儿子干的好事 乔遇倒是很冷静 父亲知晓了真相 似乎对她影响不大 老乔拍桌起 出现同性恋 对此威胁 乔遇也只是笑笑 她告诉父亲 如果不允许同性恋出现的话 可以把自己赶走 就像当初赶走小叔一样 至此 乔夫知道 再跟这个臭小子掰扯 已经没用了 于是喊来了一伙人 直接把乔大哨 关进了禁闭室 乔遇无语至极 真想不到 老爷子还有这样的损招 都一把年纪了 还搞这小儿科的东西 奈何这家伙也逃不出去 只能一头栽倒在床上 想着怎么在父亲面前 证明自己的决心 三天后 肖青已经在学校和乔家 来来回回跑了几十趟 明天 他打算赖在这了 一定要见到乔遇 才敢罢休 一边想着 他一边 又要去找管家的麻烦 人家倒是好言相劝 说少爷已经在家了 完全不需要他担心 还说 少爷不见客 一定有他的原因 如果等不了 可以自行离开 管家几句话 给肖青搞得没脾气了 他心想着 乔遇究竟是怎么了 为什么一点消息 都没有了 傍晚了 落寞的夕阳透过玻璃 罩在他的身上 衬托着肖青的孤独 另一边 乔遇守在一个房间门口 一个仆从告诉他 几天来 少爷在里面只喝了几口水 什么都不肯吃 乔遇也不着急 他表示 绝食这种事 只有小孩子才会做 乔遇要真有骨气 自己也会陪他慢慢地玩 这话自然已经被乔大少听见了 此时他已经饿得两眼发昏 头重脚轻 倒在床上根本起不来 但他仍然坚持着 这一切惩罚 都阻挡不了他那颗想念肖青的心 终于 在乔遇绝食的第四天 乔母风风火火回家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 乔父心一凉 知道自己要遭殃了 果然 乔母一进门就奔着禁闭室去了 在门口恰好堵到了老乔 这老家伙似乎想逃 却终究逃不出母老虎的手掌心 被拎起来一段猛摇 乔母瞥了一眼床上的儿子 都快恶成干尸了 这把他心疼坏了 对着老乔的脑袋 又是一顿胖揍 乔父解释说 这是孩子的苦肉计 还劝老婆别中招 这下乔母更气了 骂这老家伙太过分了 儿子都快饿死了 还在这里算计 越骂情绪越大 乔母直接提出了离婚 虽然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被这个理由威胁了 但乔雷始终是个怕老婆的家伙 这下老小子认怂了 一边跟老婆大人道歉 一边保证 自己会听从老婆的一切旨意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乔玉 已经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这时候 管家来报好消息 说是二少回来了 乔雷夫妇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乔雷来到会客厅时 乔峰已经在那里坐着了 他泡来一杯茶摆在桌上 问弟弟回来干什么 乔峰起身点了一根烟 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表示自己 是来接小玉和小青的 接到了就离开 弟弟这语气还真是傲慢 乔雷有些恼火 于是警告乔峰 就算本事大了 也别瞧不起人 后者刚想反驳两句 却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背后响起 只见一个主拐棍的老者 已经来到门口 这人带着一副老花镜 看起来年纪很大 却很有精神 正是乔雷乔峰的父亲 也就是乔玉的爷爷 小儿子的出现 似乎惊动了老爷子 他深邃的眼眸里 静视无尽的思念 乔峰沉默许久 却只从口中发出一个霸子 乔玉因为母亲的到来 终于得救了 此刻 他正躺在舒适的大床上 接受着萧卿投喂的食物 萧卿得知乔玉被禁 并绝食好几天 立马又要落泪 相比于他的陪伴 萧卿更加珍视他的生命 乔玉健壮 心里也感到十分温暖 但是如果 能让两人在一起 他还愿意再来一次 就在这时 乔母推门进来了 他热情地招呼萧卿快去洗澡 并问萧卿要去哪里睡 乔玉坏笑了一声 表示当然是跟自己睡 乔母略显尴尬 只能通过微笑 稍加掩饰 晚上 乔雷夫妇躺在床上 却辗转难眠 乔母还在猜测 小青小玉 两人现在在干嘛 乔父却不屑一顾 不愿提起那小子破事 沉默了片刻 乔父忽然提议 要不再生一个儿子 第二天 经过协商和条理 乔家一家人 达成了和平条约 乔玉也总算是得到了原谅 告别了父母 乔玉和萧卿 就跟乔峰上车了 车开了一截路 乔峰忽然开口 表示人已经查到了 是一个叫陈琳的女人 找了一个私人侦探做的 现在 想问问二人 要把它怎么办 好 好 好